大家好,我是雲霸,今天為各位介紹這台大同的液晶顯示器 那這一台液晶顯示器啊,它有什麼特色呢? 首先我先跟大家講一下 它的價格是28888 型號是UH55S 那它最大的特點就是它的規格有6核心處理器 那支援4K HDR的顯示 那這樣子的規格啊,帶來最大的好處就是 操作非常的流暢 那你可以看到它的畫面長得非常像我們家裡裝的電視盒 左上角就是,如果你家裡有接第四台 那或者是現在的第四台全面升級成機上合 那左上角這一塊就會是 呈現目前的訊號源的狀態 然後我用遙控器,它的遙控器長這樣 遙控器長這樣 那我就可以直接用遙控器 去選擇目前 所有的功能 那可以看到 它在這個地方 直接把所有的訊號源 都直接 設計成快捷鍵 讓你可以直接一鍵去選 然後可以看到天氣 然後可以看到這一台電視是 第55階金馬獎 指定的電視 好,這是他們公司的一個行銷策略 那再來看到下面的最新推薦 這邊是 內建的一些App 裡面的一些新節目 他會把 一些 比較 推薦主打的影片 把它 秀出來給你看 那如果你打開電視不知道看什麼 這邊 秀出來的一些 頻道,你就可以點進去看一下 那像這個 點進去 像這個是阿滴嘛 點進去,他就會幫你連線到那個 YouTube頻道 好,點到YouTube頻道 所以他可以直接看YouTube影片 畫質也蠻好的 那在 各位可以看到 我們現在看到的這一個 電視的色彩啊 其實非常鮮豔 非常的飽和 那他 為什麼會這麼飽和鮮豔呢 因為他這一次推出了一個 比較 主打技術叫做 視追細胞追蹤技術 那所謂的視追細胞追蹤技術啊就是 人體 在視網膜上面 有一個 色覺跟強光感受的細胞 那 人體會 對 藍光 綠光 紅光 比較敏感 然後 利用這三類原色的細胞 產生千變萬化的視覺色彩 那大同 獨家開發了一個 視追細胞 追蹤技術 他可以呼應這個 人體視追細胞的感知色彩 去捕捉 眼球 能夠感 印的這個三原色的鮮明度 把影像調節能力全面升級 所以 也就是說我們現在看到色彩 他是針對 人的 眼球的細胞 感知細胞 去做 優化 所以我們現在看到的色彩是真的是比較漂亮 比較飽和 也比較鮮豔 好 那再來 回到首頁 他這台電視啊 他有支援 跟杜比音效 那是比較新的技術叫杜比全景聲 我先隨便播一首歌給大家聽聽 應該 好以上是杜比全景聲的介紹 那相信大家聽完這個聲音應該覺得真的是不錯 而且他電視非常的薄 這麼薄的 電視可以做到這種音效 我覺得已經算不簡單 雖然他在重低音的部分還是缺了一些 可是 如果你要更好的音效 那就麻煩你去再加購一顆桑把 那以這樣的電視音效來說 我覺得已經差不多了 夠用了 再來另外一個特點 他在遙控器上面 做了 這個 快捷鍵 你可以看到 遙控器上面有一個愛奇藝 跟KKBOX 的快捷鍵 那剛剛有講過他是六核心的處理器 所以他在做 切換的時候 像我這邊 按一下愛奇藝 他就會瞬間切到愛奇藝 這樣就比一般的電視盒 的 切換速度快很多 非常多 我都沒有快轉喔 是直接切頭 像我現在按一下首頁 好他就回到首頁 非常的快 然後再按到愛奇藝 好直接切過去 再按上面的KKBOX 也是瞬間切過去 然後直接開啟 那 你在聽歌或者是追劇的時候 就會很直覺 你不用每次在那邊卡頓那邊等 像有些電視盒 規格真的不夠好 每次切換的時候 都會在那邊轉捐圈 像我現在 KKBOX 跟愛奇藝就是切來切去 都不用等 很方便 然後回到首頁 也是一下子就切過去了 那在下面呢 還有一些 有一個應用商店 好我們點進去看一下應用商店是什麼 這是大同的應用商店 他跟 一般我們電視看到的那個Google Play商店是不太一樣的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他內建的有什麼 內建愛奇藝 好台灣公共電視 KKBOX VideoLike 觸電網 那比較特別是他把 這些像愛實際啊 美味生活啊 這些其實都是連線到YouTube 只是他把這些 創作者 影音頻道 獨立成一個App 讓你可以點進去 然後打開來 你可以看到 這個創作者 他所有的影片 頻道式的App的概念 還蠻多 值得看的 像這個什麼 鐵 鐵板吐司 我剛剛有看了一下 還蠻有趣的 有沒有 他的畫質真的是很漂亮很鮮豔很飽和 真的是不錯 然後還有一個我剛剛看 有一個App我覺得也不錯是那個 公視兒哨 像家裡有小孩就可以打開這個 看一下公視兒哨 然後裡面會有一些關於兒童喜歡看的一些像水果冰淇淋啊台灣特有種啊 平時我真的不會去看公視 可是他把這個頻道 一些節目獨立出來 你就可以發現其實公視有一些 頻道一些節目是蠻適合小朋友看 這個是應用商店裡面的東西 不多 但是 還蠻夠看的 如果各位 有一些其他想看的 但是裡面沒有的話 那就建議你再多加購一個電視盒 這樣也是OK OK 好 那再來有另外一個功能是 他支援 小屏轉大屏 也就是 把手機的畫面 連線到電視上面 那接下來我來示範一下 怎麼樣把手機的畫面 連線到電視上 好接下來跟各位介紹 這台大同電視啊 他其實也支援手機的螢幕的同步 他裡面有內建一個熱播投屏 打開熱播投屏 左下角有一個掃描連接 好那你去掃這個QR Code 掃了之後他就會跳出這一個 連結然後你就會去 安裝一個App叫做 應用寶 這個應用寶 然後再從應用寶這邊去下載 熱播投屏的App 那下載完之後啊 就可以打開熱播投屏 接著 就可以直接 連線 在連線的時候我們必須要把手機跟電視 連接到家裡的Wi-Fi 要同一個Wi-Fi底下才能連接 好 那接下來我們就可以直接 把手機的畫面直接轉向到 電視上面 那在這邊啊你就可以直接 就跟手機這樣同步嘛 那實際 這樣測試啊我們在看YouTube 是還算順 可是遊戲就不太行 所以在 用手機 看照片 看照片或影片 都還OK 來看一支影片好了 那至於影片的話呢 看一下 影片的順暢度也還OK 影片的順暢度也還OK 好這是這一台大同電視的木頭影的功能 要用那個熱播投屏來投 按照片 請選擇 請 Harald 我